港股刚才提到,连续跌了五个交易日 内地跌了超过一千点 技术走势来看,跌穿了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但四天有一个出现阴烛之后 昨天就出现了阳烛 这个情况是,美国这星期留意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但没有重大的数据公布 大家都在等待企业业绩 看到昨天上证综合指数在低位有反弹 预料今星期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 是否会继续受到政策阴迷的困扰 今星期恒生指数的走势 你预期会在什么区间上落 我想港股近期的走势 其实也很与内地政策有关 其实对美股走势是相反的 不是跟着的 或者是不一致 所以你说港股近期的弱势 可能是受到科技板块拖累 但整个整体的其他股份 例如行业的股份表现不太差 在跌市当中有些板块 例如航运股 地产股表现相对稳定 所以我觉得大股市 但是量度今年三月底到现在的环通道 其实暂时还未到最低的位置 可能估计可能接下来 只剩下几个交易日 大股市在介乎 尝试在28,000关口上落 可能在8,200点左右 然后再看看是否有些反弹 可能上升至28,000关口上落 波幅未必会太大 因为可能会等周末的数据消息 还有最中线的 可能是7月底 开始展开的业绩期 再尽量判断 所以你认为未来的走势 上落就不会很大 也会继续在环行区间 即使跌穿保力加通道的底部 你认为指示性也未必是很大 因为最近的跌穿 刚才所说 最初是受到一个行业拖累 其实那几个大股股要下跌的话 恒指也没有什么好日之过 所以你大反过来说 其实其他一些行业 或者我们去展望上半年 他们可能在7月交到你的业绩 其实都会见到 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业绩 所以你说要在经济稳步上扬 虽然近期这些数据可能差点预期 但是你说在业绩交到货 而经济稳步上扬之際 大事要突然急跌下去 其实那个诱因不是太大